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香港特区政府3日一早 并与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仪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仪式包括升国旗和曲旗 鸣枪至今先烈 默哀 献花圈 鞠躬礼等环节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 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彦雄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 以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立法会主席 行政会议成员 部分立法会议员 纪律部队代表 前东江纵队成员 退伍军人代表等出席纪念仪式 当天国务院议公布了 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位于香港西贡区斩竹湾的 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 成为了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之一 这是继香港乌交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入选第二批名单后 再有纪念设施入选 抗日战争期间 刚就独立大队的游击战士 英勇奋战 抗击日军 拯救香港文化人 在多次突袭和抢救行动中立下攻击 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 于1989年1月23日落成 以此纪念在抗日战争中 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和西共人民 此外 退役军人事务部 亦在当天公布 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 英雄群体名录 其中包括东江纵队 港九独立大队的多名烈士 英勇猪王 今后天公布 万任何公布 天公布 突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